杨子、邓维、张婉逸以及谭剑次等人 领衔主演的《长相思》则称霸电视剧领域 成为这个暑假公认的爆款电视剧 8月22日 《长相思》第38、39最后两期正片 如约上线与观众见面 也意味着陪伴了大家大半个月的电视剧 就要正式与大家说再见了 第一季剧情停在了杨子 饰演的小妖在经历背叛后心灰意冷 为了帮助枪炫巩固皇位 同意嫁给吃水丰龙 湖山井望自飞博暗自神商 香柳得知消息后继续克制爱意隐忍不发 除了枪炫如愿登上西颜皇位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小妖、湖山井以及香柳的结局都不圆满 以至于有超多网友 期待第二季能够快点播出 知言停在这个关键地方 真的让人很难受 之前网传《长相思》第二季 会在22日情人节当天上线 与第一季完成续播 但如今看来第二季联播是无望了 在《长相思》收官第一时间 包括邓唯、谭剑刺以及张婉一三大男主 不约而同发文告别自己的角色 其中邓唯简洁 谭剑刺洒脱 两人都没有透露太多信息 反倒是张婉一发了长文 谭剑自己饰演的角色枪炫 不仅透露枪炫会在第二季彻底爆发 还暗示了第二季播出时间不会太快 要知道 在最后两期还未上线时 包括杨子在内的所有主创人员 俊录制了一个告别视频 注重强调《长相思》第一季 不是告别 而是期待在相见 为了稳住观众可谓是煞费苦心 而在《长相思》最后两集更新完毕后 谭剑刺、邓唯以及张婉一 先后发文告别了《长相思》第一季 谭剑刺主演的《香柳》 作为第一季中最出彩的人物之一 他深知自己与小妖没有结果 一直强行克制自己对小妖的爱意 相当清醒 而在《长相思》第一季收官时 他一如既往延续《香柳》的洒脱 发文道说多了不是《香柳》的风格 第二季剑拔 最后 好饭不怕晚 《长相思》质量过关 杨子、张婉一等全员演技在线 相信即便第二季要等上一段时间才会上线 观众依旧原因支持他 咱们到直至下